哈喽,大家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正伟老师 破财库的五大原因 好,首先呢,先跟大家讲 破财库的五大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呢,是哪些呢 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所谓的 出生的年月日时 那这个年月日时呢,也就是八字 因为每一个年 就是四柱,叫四柱 四柱呢,里面都有天干跟地支 所以呢,加起来就是有八个字哦 那八字当中呢,我们常讲 十二地支里面,掌管财库的 有四个,代表 成虚丑味,如果你的八字命格当中呢 如果,常常有破财库的问题呢 代表你的财库 有相冲,或者 你根本没有财库 所以,如果你的命格没有财库 或是财库相冲的人呢 常常会有这种,钱财留不住 花钱的欲望控制不住 或者是呢,一花就花超级大钱 所以,如果你的命格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你就是破财库的 第一个主因了,好不好 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 你的个人的个性 还有业力的牵引 什么叫个人的个性呢 什么叫业力的牵引呢 其实,每一个人 个性真的是不一样 有一些人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坚守,原则,然后坚持到底 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很随性 随喜,或者是呢 比较没有脏法 等等的 所以,个性一定会牵动你用钱的方法 所以呢,个性 性格,会影响你破财库 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什么,业力的牵引 其实呢,我们人的个性呢 都是因为业力所牵引的 打个比方呢 我们常常讲六道轮回嘛 那阿汤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六道轮回呢 就代表我们人会有不同的脾气 不同的习性 所以呢,我们如果活得很开心的时候 感觉自己很有福报 好像是天人一样 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嫉妒心很重 你也很努力 可是为什么别人过得比你好 当你有这种嫉妒心的时候呢 你好像活在阿修罗道 那当你有什么都想要 要努力赚钱 然后什么都想要抓住的时候 你感觉有欲望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人的人道 因为人呢,就是活在欲望的世界 那如果你发出这种贪生痴 那你可能就跟下三道的众生呢 来做相应了 所以我们人当中呢 个性其实就是受到 业力的牵引的影响 所以破财库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个人的个性 以及业力的牵引呢 会导致于这种财库不惧 因为它会影响你用钱啊 跟看事情的一个方法 分方向 当然业力的牵引呢 还有在细分 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是 冤心债主啊 小人的问题啊 还有贡业的问题啊 那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冤心债主来的时候 不得了了 可能你遇到了什么 诈骗事件 可能你遇到了就是家人呢 必须要彼此去承担 那有时候是不公平的承担 有时候是很无奈的承担 每一个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你的经 那遇到小人呢 刚讲啊 就是可能跟你借钱啊 骗你投资啊 等等的 所以我们刚讲家庭有供业 所以呢 这种就属于那种 比较无形业力的牵引 可能跟你的前世 今生 因果 会有关系的 总而言之呢 这个破财库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个人的性格 那这个性格呢 就是受到业力的牵引 导致 然后业力呢 还有分比较无形的 然后例如说冤心债主 小人的问题 跟贡业的问题 这些呢 也会造成你破财库的主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破财库的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居家风水 也会影响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呢 住的环境 或是我们所处的空间环境 他呢 这个环境呢 他都会产生一个磁场 那我们人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会跟这个磁场 可能会相应 尤其呢 我们人如果脑波比较弱的情况下 或是我们人呢 比较长期间待到这个环境呢 确实你会被这个磁场呢 长期的 慢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常常在分享居家风水的一些 可能格局啊 对不对 格局就会影响 这个环境的磁场的变化 所以呢 如果你的居家风水 像我们常举例的 例如说穿堂峰 开门建造 或者是说像这个撤居钟 等等的 这些都比较容易造成有破财的状况 或者是你财未见空的问题 或是你厨房风水的影响 好等等的 这些呢 都会影响居住在里面的人的一个思维 跟运气的 所产生的一些结果 好 所以呢 第三个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从这个居家风水当中呢 好 来去了解 你有没有破财库的状态 好 所以呢 五大因素呢 这是其中之一喔 好 那第四个呢 破财库的第四个 好 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面相 我们常讲呢 相由新生 运由新转 面相呢 当然也会是破财库的一个状态 好 例如说有些人的面相呢 确实就天生长得比较肉财 好 那怎么样的面相天生肉财呢 阿汤哥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好 打个比方 例如说 鼻子代表财国功 好 那鼻头呢 代表赚钱的能力 鼻翼呢 代表存钱的能力 那如果呢 你的鼻孔 比较外翻 比较大 或者是正面看到你 哇 鼻孔黑黑的来见人 好 里面鼻毛有几根 都看得很清楚的 哇 那这个就是大肉财的格局 好 那第一个 我们讲鼻孔大的 好 会有肉财 还有什么 嘴巴呢 没事 张开开的 好 张开开的 好 有点呈现发呆的状态 这种呢 代表你的财库五收 代表你的财库漏风 好 所以你也很容易漏财 还有什么 常常呢 嘴角下垂的人 好 常常嘴角下垂的人呢 代表什么 代表呢 你的钱财一直溜走 然后代表你看很多事情 对很多的状况 都是抱持着悲观的想法 好 所以嘴角下垂 还有什么呢 还有影响我们人的一个个性 跟运气的 命宫 命宫呢 就是两枚头之间的 这个地方叫命宫 好 来破坏 哇 那代表什么 代表呢 你比较容易犯到了一些 就是官非 小人 劫财的状态 好 例如说有烂桃花 好 有小人的问题 好 例如说有两个 好 这种纹路 好 或是三个穿字纹 好 所以我们不要养成什么 皱眉头的习惯 不要这样 你皱眉头 这边就会有这个 纹路会出现 好 久而久之呢 这个纹路就会跟着你 不会离开 所以呢 这个命宫啊 有这个横纹指纹的 或是你的鼻孔比较大的 或是嘴角常常下垂的 嘴巴没事张开的 哇 这样的人哦 只能说 你要存到钱 钱财要跟你很有缘 也真的很难 好 所以就是第四个 破财库的五大原因的第四个 那第五个是什么呢 会影响你的财运 破财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跟流年运势有关系 好 例如说 阿昂哥每一次 每一年到了 或是每一个月到了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流年 或流月的运气 那有时候这个流年流月的运气呢 可能走到这一个公位 或是走到这一个行星 那可能呢 会造成一些干扰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或者是说 在这个时候呢 你会特别遇到一些不对的人 好 跟运气有关系 好 所以流年运气呢 也会影响你有破财的状态 好 所以呢 总结 好 破财库的五大原因呢 你有没有深深的感受到 我相信 如果这五个里面 你中了三个以上 那你就会觉得说 天啊难怪我这一辈子呢 跟钱财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 甚至于呢 把自己呢 搞得有种负债累累 或负担很重的状态 所以你要想想看 这破财库的五大因素呢 你中了几个 所以 有一些人如果是命格的问题 或是说 我刚刚讲 命格 财库相冲啊 或没有财库啊 这种也是天生的 对不对 好 然后个性的牵引 业力的这种状态 好 这个呢 可以算是有先天因 但是呢 也会有后天的过 你的修为 这可以转变的 好 那居家风水的影响呢 这个也是可以从后天去转变的 然后面相的肉财呢 这个也可以从你的生活习惯 甚至于你情于包样 好 也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第五个呢 流年运气呢 它影响的是一年 但是这一年呢 走错一步 那可能就会步步错 这个可不可以改 可以预防的 好 也可以来改变的 OK 好 祝福大家咯